嗨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來為大家示範的是豐收的成果超級的部分 隊友我選擇了打擊的部分 隊員就是選 巴風特黑狗 然後火油的話是要打 第五關的魔神之劍 然後火方式的話是用來轉型的 基本上為什麼不用那個黑狗當隊長 主要是因為我要打擊有加成 因為黑狗當隊長的話大擊就沒有加成了 因為中間那兩隻火的基本上沒有攻擊輸出啦 然後剛剛GG掉一場而已 然後再補一次體力來打一下 我們發現到遇到史萊姆真是蠻頭痛的 好像這時候就趕快清豬了 小貓搭配上打擊 那兩隻小號的威力還 還不賴 再除一回合 我先K 先K這隻好了 打擊是吃COMBO啦 所以你要COMBO說要做出來 應該是兩隻都秒了 雖然遇到史萊姆可以除CD可是太危險了 因為四隻 四隻幾乎都要打到才 才有辦法完勝 做COMBO出來 基本上目標是留一隻啦 這個我剛剛就是死在這個 這個手底下的 COMBOCOMBO 這隻1000多了 這時候就可以趁這時候來除CD了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先偷開來來用 因為我CD回得很快啦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先偷開來來用 一回1000跟他慢慢玩 基本上還OK啦 小心不要笑到豬到真的 我先把豬豬都盡量擱在 這個都擱開啦 我先把豬豬都盡量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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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小心弄到喔 不小心弄到喔 我先把豬豬都盡量擱在 Nick PA muitas 我先把豬豬都盡量擱在 你用豬豬都盡量擱在 不要被聚餓都不曉得 目前技能是都出好了啦 出去的話還ok啦 秒殺捏 他看起來是沒有先擊盾 不然我就直接回老家了 我就是遇到這種就很難搞 有點危險所以我可能要群體都要掃了 這火柱卡的有點遠 好像這時候千萬不要用吸血的或者那個毒的 因為他這邊有防控場的 所以火油直接送回家就好 基本上就是要一級必殺 不然就是會被他一級必殺 每回合吸取40%的生命 血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就是盡量 大力打就對了 因為六 呃 第七關只剩第七關可以 可以即吸D而已 我先試一回合看看 看先不要放棄有沒有差 喔不行 好像有點硬 40%應該是回得來啦 我都怕他出手 傷害1500 嗯 回得來就跟他玩一下好了 喔因為我CD5的轉心 所以搭起來還算OK啦 基本上是應該是可以不用轉啦 只是我CD夠快 所以我覺得不影響的 前提下我就直接丟了 嗯 喔這種回血量基本上都是靠打擊啊 喔我會配打擊是主要這個原因 要秒殺的真的是 喔上回合這樣還OK 喔上回合這樣還OK 喔打擊就不囉嗦啦 就是tumbo隔開就對了 開始就用手把滑了 煮好 那我就搞定ig 不吃飯了 喝飯了 聽到這兩隻手 就用了教堂 看了就讓人家傻心了 咦沒連到 欸沒連到 就造成自己有殘族了 你看像我現在就卡到了 這邊狩獵的話攻擊力有減半是這一隻 然後這應該是人類 所以我可能 我是覺得 五回合的話 我是比較怕下一回合比較難打 因為下一回合攻擊力 我只能挨他一下 OK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打好了 群攻啊 我用群攻的方式 喔 有危險 中間那隻打5945 所以旁邊那兩隻我不能被打到 哇 頭痛了 這隻收雷攻擊減半 我現在場上都沒租 吐血 戰略好像有點錯誤了 我把他試試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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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嚇 我把他試試看了 因為怕這隻是幹不掉 因為攻擊力減半 他血量 六萬 現在就是拚COMBO數 COMBO數沒上去 我就繼續掉了 偏將 再來 有時候很難講 勉強活下來 呵呵 趁這時候就趕快 回血 這個真的是 太刺激了我覺得 很難看了 然後當然也趁機極細低 然後當然也趁機極細低 按的沒削到就好了 還有一回合 還有一回合 這個還有兩回合 應該是可以直接 先過到下一關 哎呀 剛本來想要把水路清掉了 所以現在在打 主要是靠打幾個 再回血 噢耶 我把自己割死了 28萬 喔 下一關難打 2秒 2秒轉出 就等到 1秒 10秒 1秒 1秒 2秒 2秒 差不多 就這回合就可以把它GG掉 哎唷 我也な 差點出錯 哎呀 有點小出錯 造成檯面上太多殘珠了 現在就是考驗手術 而且我用的是打擊 兩秒我轉速大概 三Combo 這對大家來講是個致命傷 有沒有 轉不過去 不過就靠到恢復量來打 轉不過去 這個太危險了 開一下機 自保一下 看破數弄不出來 這個對於這種手術不快的真是 致命傷 殭屍有回來啦 只怕新竹不夠用 這關我看是最難打的 這關我看是最難打的 新竹不夠補 我再轉一下 因為我手術不夠快 沒辦法轉到我要的位置 噢 出錯 天降我舊了一點點 血補回來一點點 這個問題難度在於說我要把它斷開不好斷 天降一下 天降一下 因為現在我都只能等天降 這個蠻危險的 天降一下 天降一下 蛤蛤蛤都卡得好緊喔 現在是怎樣 哎呀 都沒有轉了 完蛋了 就是看我看我的速度多快 GG 去不掉 真的在這邊跟他玩就好 如果硬氣好這一回合可以乾掉的話 非常漂亮 終於來了 緊張的時刻123456789 九顆吧 這個不啰嗦火油有點無聊開一下 抓癢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這個一定要一回合就送他回老家 不然我就要被他送回老家 他有15萬的血基本上COMBO數 靠打擊拉出來是有啦 因為靠那三隻 按著去打 我看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4 11 4 12 4 13 4 14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那個 2 4 綠色的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9 9 9 10 應該是沒問題 好吧 就這樣 這樣就靠打擊 隔開了 1 2 3 4 5 6 7 8 9 這個部分的話 2 4 6 1 2 3 4 6 我的隔開的方式大概是這個方式 這個是參考一個 我沒記錯 叫I Snow Snow Wall的吧 是叫風明夜雪 H2O的樣子 我會組一個 類似金字塔的形狀 因為階梯狀的話 combo可以再多出來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木地只是說讓它多移動而已啦 KL掉了 真辛苦 為了這個人滅鳥 如果大家轉速技術比較好的話 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我轉速速度不是很快 在森林王那一關 打得很辛苦 就是隊伍 主要我又靠 技能5的 所以 隊伍可以給大家參考 因為 各位如果技術比較好的話應該 通關就不是太大問題 這是人滅鳥 這種關卡比較重的不是隊伍 比較重的是 那個 戰術上的運用 如果 如果 戰術一出拆 一個關卡就死了 像 魔神之劍 這個是由 左右無視控場 中間越戰越強 像這種部分 如果拿 拿那個吸血或者是 放毒的話 可能就被鋸掉了 再讓大家看一下我的隊伍 黑狗 還有霸風特 黑狗霸風特 然後這個是火遊俠小隻的 平常都有在練 所以 他技能還不至於說 1這樣 然後這一隻是剛剛 吞了我一隻史萊姆 之前練起來史萊姆 因為我是覺得 那個再慢慢練都無所謂 以上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拜拜